我们现在用后置摄像头拍摄 前置的那个手机原来坏了 没想到换了新的反而像素敌了 呃 纯看不到镜头了 也不知道自己表现怎么样 尤其后几秒啊 可能不能很圆满的给一个结尾 不过也是锻炼吧 呃 痛苦源自于认知太低 这个话题啊 我们一定要看到标题之前 首先确定这个论点对不对 很多人乍一看好像没什么问题啊 又是热门话题 其实是对了一半 人者无忧智者无虑 这才是比较全面的 那我们只说了智 也就是说好像智者 有前率 但是也必有一事 但要不要治呢 一定要 尤其我们现当代社会啊 老实讲究结果论 啊 我们达到什么样一个结果 很多都是商业嘛 这个呢 按他来算成绩 其实 这个过程中人是很煎熬的 谁能保证这个结果一定是这个呢 甚至这个范围都不一定 那不讲了 出心了 不问耕耘了 只问收获 为了钱而钱 为了什么而什么 所以这个人心他就是不安的 你再智慧也没用 那要前者这个人做弥补 我们人的脑子都是很局限的 都只能想到一部分 但是你可以有一股骨气 就说这个事儿 我作为人 当之为人 该做就做 管他 结果怎么样 那么 即使是 某天下这大不为 即使是舍身我要取义 即使 明知其不可 而为之 诸葛亮 成就了 千古一鸣 孔子 虽非 当时知识能臣 也是后世的万事实表 成就了 他的鼓励一再提升 只是我们看不到 你再智慧 你也是只是计较利益的部分 是否 应该怎么怎么样 其实 反过来 他也是要推人的 这才对 而不是说 为了你自己考虑 那这个智就太自私了 那就太麻烦了 所以说 两者坚固 有些人 我只说了这部分智 凡事都有灵弥 我只说了 重要的部分 把不重要的给舍去 哎 这种人反而有智慧 那些小事来不及吗 估计不上 所以说 这还是可取之处的 也就是这个话题的 单方面 论证 他的一种 有必要的 一种情况 那么 你有了智慧之后 就可以 也当然能解决很多问题 如果是你为了自私 你最后反而想到 你其实是管的 那种智慧 也是小的智慧 其实 不管什么什么 人者前 智者后 你现在有这个发心 这往往才是 一个合格的领导者 至少你领导你自己啊 主导你自己啊 人不能自已 那不是很可悲很可笑吗 你还去 为谁服务呢 你还能做什么事 都是短暂的 及时行的 所以 这个大家一定要好好考虑一下 基本上就是这样 最后几秒 到没到我也不知道 我看一下 现在人尤其不斗轮回了 考虑的都是先当代 这一辈子我要谈